今日中華民國102年7月20日,週六,是李小龍先生40年死記之日, 阿爺去了香港文化博物館看展覽。 阿爺說中華民國62年7月20日,週五,下午3時, 當年32歲李小龍先生去了九龍,北賈山到67日,3樓,A3座, 那處是嚴聲丁培小姐的香歸。 其實自從中華民國62年4月開始, 李小龍先生就已經經常在下午3、4時,去丁培小姐的香歸, 直至夜晚8時離開, 有時甚至在此過夜, 他們在家裏做什麼? 說明家裏,做自己喜歡做的事, 即是做愛做的事! 死笨! 不過中華民國62年7月20日,週五, 晚上9時多, 他在丁培小姐的香歸, 當中華民國62年7月20日, 嚇到丁培小姐打電話給周文懷先生, 又叫了私家醫生去, 本來想送到私家浸會醫院。 不過,私家醫生說嚴重, 還是要送政府醫院穩陣。 結果,弄到十點多隻打三隻狗, 他老婆老婆老祖在夜晚10時4個字, 已經在伊莉莎白。 香港政府, 4、3號消防救傷車在夜晚10時半去到丁培小姐香歸, 不過他們很低調, 竟然沒有在警鐘。 兩位救生員在夜晚10時40分, 是丁培小姐香歸, 抬著口罩骨氧氣的她出來, 當時她穿高腰黑色西褲, 藍色長襯衣, 黑長虛, 直踩伊莉莎達醫院。 已經在夜晚11時, 急症室醫生說大零落, 退入時座白樓, 私家病房危急, 可惜半個小時後, 她就已經扔蓋拉柴了。 最初跟新聞界話在自己家裏送禮, 所以第二早報紙都說她意外暴斃。 不過香港記者很聰明, 中華民國102年7月22日, 週一, 就已經更正話在夜晚8時, 是丁培小姐香歸出事, 然後折騰多時裁送院。 李小龍先生在中華民國62年7月25日, 週三, 上午, 大角咀, 九龍殯儀館, 出殯, 阿爺都去了看熱鬧。 阿爺記得李小龍先生快售版, 是值四萬多咸龍的銅官。 李小龍先生穿唐裝壽衣, 令堂擺滿李小龍先生喜歡吃的牛利酥, 鹹煎餅, 番鬼荔枝, 金山橙, 葡萊子, 和叉燒包。 中華民國62年7月26日, 週四, 上午, 她家人花了一萬咸龍, 用美國西北航空, 將她的鹹魚送回。 美國西雅圖, 丁沛小姐說, 她收了三條李小龍穿過的長褲, 不過其中一條已經轉送給周星馳, 其餘兩條, 就說流黎送給李小龍博物館。 阿爺想問丁沛小姐, 有沒有收藏李小龍先生的底褲呢? 有無收藏李小龍先生的底褲呢?